各乡镇世代会除了是在义市殿堂上的质询之外 花莲世代会主席苏美珠4号下午 只是带队下乡考察 尤其对于中山市场、重庆市场 以及主学立活动中心 对于市场的耐震补强工程 防漏施工以及活动中心活化使用 表达关切 花莲市民代表会目前正在进行 第21届第4次定期大会 为了解施工所执行市政建设的现况及成效 世代会特地安排两场次的市政考察 4日下午由主席苏美珠带队 前往中山市场、重庆市场与主学主力活动中心 对于市场进行的耐震补强工程 防漏施工及活动中心活化使用表达关切 首先第一站到了48市场 也就是中山市场 那主要我们也是关心整个耐震补强 未来工程要执行的一个状况 跟未来要组合来活化48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接着就到了我们重庆市场 那也谢谢代表会的关心 过去重庆市场有一些漏水的问题 那希望在这次的工程 屋顶、鞋屋顶的改善完成之后 那能够来解决这样子一个漏水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主力主学活动中心 那自从落成之后 那未来要怎么样来让这个活动中心 让民众来善用 而且能够跟民众 在地民众能够接轨起来 来长期使用这样的活动中心 那再次也要谢谢代表会 那经过主席跟所有的代表 来到这几个地方来观察之后 那也预诺未来会给化电市公所 更多的支持 那未来我们会继续为化电市民 来继续打拼 也恳请我们代表会 未来在预算的部分 也能够持续的来支持化电市公所 考察的地方除了市场 活动中心之外 我们也看到周遭的一些老百姓的反应 比方是四八市场老百姓的反应 我们也会带回去研究 跟市公所这边再研讨一下 做得好的地方 应该给公所 同仁 市长一下 多多的一些掌声 也代表老百姓 谢谢市长 以及科室主管 工作人员的用心 那不足的地方 需要代表会 同仁来帮忙 或者是争取一些资源 我们也亦不容辞 中山市场 华联人习惯称呼的四八市场 视察建物耐震补强工程 并亦同了解市场活化现况 包括周边流动摊贩 巨增影响营生等问题 重庆市场 则针对防雨水渗漏 防水隔热工程等做了解 而在新落成的主学主力活动中心 则针对未来规划及使用做讨论 期盼未来 市公所可以在经费充裕下 为市政规划更美好的前景 记者长方燕华林士报导 还有门效 还有在新营的前景 相线